诚意,王一博两位娱乐圈大咖近日传来好消息,停届电影《莲花楼》收获佳绩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留下了肖战这个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成为公众和粉丝关注的焦点。 这不仅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,也表明了他们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和声望。 诚意和王一博在电影界真是闪闪发光,他们的成就不断受到球迷和专家的赞赏。 他们的电影《莲花楼》受到了影评人的很多好评,越来越受人尊敬。 观众们对他们的角色给予了很大的喜爱,他们的事业也蒸蒸日上。 尽管该剧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,但诚意的《豆瓣莲花楼》评分却持续上升。 值得一提的是,《豆瓣》评分和票数还在不断增加,可见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的印象。 目前,影片取得了8.5分的高分,超过53.7万张选票,打破了此前多部作品的记录。 《莲花楼》于8月15日开画,评分8.0,票数超过23.1万张,但影片的评分随着投票人数的增加而持续上升。 诚意的剧《进入豆瓣最高票数套20剧集》代表着击败竞争对手,在观众心中创造了特殊的地位。 《莲花楼》成功后,诚意的事业蒸蒸日上。 他被选为各大品牌的代言人,出席过很多重点投资项目,甚至还为自己抽出时间。 诚意在节后现身活动,朗读了所有粉丝的来信,表达了对粉丝的欣赏和喜爱。 王一博也不甘落后,停介电影《大家》中的陈硕一角获得凤凰浙江省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这是对王一博在演艺领域的才华和奉献精神的宝贵认可。 电影热烈也荣获最佳影片奖,导演戴邦获得最佳导演奖, 这是他们事业的重要转折点。 以嘻哈为主题的电影热烈,标志着电影界的一次突破,首次将嘻哈内入亚运会比赛项目。 影片讲述了嘻哈明星面对生活困难,勇敢追求自己热爱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触动了人们的心,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联系。 诚意和王一博是娱乐圈的两个响当当的名字, 他们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这将电影界打响名号。 凤凰奖是他们成功的证明,他们正在进入中国的电影史。 诚意和王一博已经成为娱乐圈令人敬佩的人物, 他们的成功是努力和才华的典范。 他们远远超越肖战并取得令人主目的成就, 不仅让他们在娱乐圈中更加突出, 也表明他们值得观众和专业人士的赞扬和尊重。 杰出的人才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相结合, 帮助他们战胜了所有挑战,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。 诚意和王一博的成功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。 他们已经证明,人生的成功是无限的, 只要全身心投入并努力实现目标, 任何人都可以崛起并发光发热。 重要的是,他们追随自己的热情, 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展自己的才能, 定在成功中始终保持谦逊。 我们观众也可以学习诚意和王一博的成功, 始终相信自己的能力,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。 以耐心和决心追求你的热情, 毫不犹豫地尝试新领域。 探索你的潜力,向优秀的人学习, 并始终保持谦虚。 成功的道路也许是艰辛的, 但对于那些坚持不懈, 永不停止奋斗的人来说, 这将是有益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